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论文发表和绿卡申请 那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呢 为数千位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和专业人士 包括有留学生、博士后、访问学者 以及其他的专业人士 取得了美国的EB1和NIW类别的绿卡的批准 那像这样的绿卡申请呢 是给专业人士的 那你需要证明我在本领域有相当的贡献 那怎么证明呢 一个通常的办法是通过发表的专业论文 比如说EB1有这么一个条件 是论文发表 NIW不见得一定有这么专门的规定 但是大多数的申请人 尤其是学术类的人才 一般也有论文发表 那么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些例子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论文发表和绿卡申请的关系 个人的经验和我们的观察 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建议 那我自己呢是在博士毕业前提交的NIW绿卡的申请 然后呢在做博士后期间取得的NIW绿卡的批准 那那个时候呢排期比较短 但是现在呢排期虽然长一点 但是也还是不是那么长 如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讲到的 过去十年左右EB2 包括NIW类别的排期呢 一般在四年左右的时间 那个时候呢 我还在上学 那么发表的论文呢 大概有三四篇 但是还没有什么引用 那这个论文呢 大家有的时候讲说啊 你这期刊论文还要讲这个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那这个当然如果说你的影响因子比较高嘛 那当然可以强调啊 如果说低呢 那你可以讲到一些别的 举实例来说啊 以为自己的情况 我曾经发表呢 我是学化学的 我曾经发表的这个文章呢 有一个是在德国应用化学期刊 叫Unquantique Me 这个期刊呢 当时Impact Factor大概在12左右 那么现在呢 又有一些提高在16左右 那么算是欧洲最好的化学类期刊 所以呢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呢 可以讲到这些啊 Impact Factor比较高 那要是影响因子没那么高呢 比如说我还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 在Tetrahedron四面体期刊上啊 四面体期刊呢 是比较老牌的期刊 过去算不错的 但是后来呢 越混越抽丑啊 然后这个没有原来好了 这个现在呢 查了一下说影响因子 只有二点几嘛 那你怎么来讲到说 这个期刊它的好的地方呢 这个期刊的历史比较久啊 从一九五几年就已经创刊了 然后呢 那是在英国的啊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排名等等啊 这个呢 它比较突出啊 那所以呢 从这些方面也可以证明说 啊这个期刊它比较这个Prestige 有它突出的地方 那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同事们 他们呢 也有通过杰出人才EB1A类别取得绿卡的亲身经验 我们律所呢 还曾经为我们的同事取得了H1B和O1签证的批准啊 那这些人呢 他们有的人并没有博士学位 也可以取得O1的批准啊 然后呢 有的这个期刊呢 发表的论文不一定是要在非常知名的 或者说英文的期刊上啊 在中国出版的或者中文期刊也可以 或者呢 会议论文也可以 那么会议论文呢 它不同的行业当然不一样 大家知道呢 比如计算机领域 会议论文比较重要 像生物领域 化学领域呢 会议论文相对就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你的期刊论文不那么多呢 你可以把会议论文也加上 这样显得总数会多一些 另外呢 像比如说数学类的 这个呢 论文发表和被引用数字都比较少 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但是呢 你在申请中可以向移民官指出 说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如此 我和同业的其他同行相比 已经这个有相当的成就 那如果说我的论文引用 现在数量还不多 怎么办呢 我们给一些客户提供过建议 那一个办法呢 你可以考虑发表中数类的文章 review article 这个呢 不需要原创的科研工作啊 那么只需要写作 中数类就可以 而且呢 中数类的论文一般呢 被引用的数字还比较高 总之呢 这个个人有个人的办法 绿卡的申请呢 它不是仅仅简单看 这个人有多少论文啊 多少引用 要不然的话 只要有一个机器 一个程序来处理就行了 那移民局的所有的人就都失业了 就不需要他们来做了 那么从移民局的人 从他们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角度来说呢 他也会找到自己和程序和AI不同的地方 是吧 要有人工的判断 那么讲到呢 说这个人做了多少多少贡献 在本领域有什么突出成果 这个论文呢 只是手段啊 只是一个证据 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对吧 在中国现在大家也讲 说啊 把这个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不是说仅仅在SCI的index里头 从另一方面呢 那我们看到 这一定程度上存在 所谓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是吧 那过去有两篇论文 觉得说很了不起了 对吧 可以平手的职称 找到较职 那现在就越来越难了 比如有的人指出 比如说在中国呢 这个这些年有 研究生博士生的扩招 一直都在增加 但是另一方面呢 科研经费并没有得到 那么多的增加 那么毕业以后要找到较职 或者说要取得这个funding 那么就可能就越来越难了 对吧 并不是说你仅仅发表几篇论文 就可以的事情 在美国的其他国家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在实验室里 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年 发表了这些论文 到底有什么用呢 那当然还是有用处的 一个呢 你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呢 对于自己的角度呢 你的绿卡申请 对于你的签证申请 也有这样的帮助 像前面提到 你这个论文 你花了很多时间 对吧 这个像鲁迅讲到 当初用大量的木材 最后结成煤 只是一小块 对吧 那你用了几个月 几年的时间 最后呢 就是薄薄的几页纸的论文 那当然这个不能荒废了 不能浪费了 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那在绿卡申请中呢 应该还是说有很大作用 如果你是学术类的人才 不管是理工类 还是文史类的 社科类的 理工农医 这个工程类的 医学类的 像这些 那么你这个发表的论文呢 都可以帮助证明 你在这个领域的成就 当然最好要有人引用 有人评论 哪怕没有 你的论文呢 一般来说也可以表明 你有原创的 对本领域的贡献 那如果说没有这些论文呢 那么如果你有媒体报道 或者说有专利啊 有其他的一些成果 那么呢 也可以啊 或者是有别的翻顶 比如说有的人做的工程类的 或者说在公司工作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这些是对于学术类的 如果你是艺术类 体育类 商业类的 那当然情况不一样 我们也为这些方面的人才 取得了绿卡批准 这个呢 可以参考我们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那这个 像前面提到的呢 我们新闻名律所 已经为数千位的来自中国 和其他国家的专业人士 取得了这个绿卡的批准 那有的人问到说 你们律所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啊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要说一个优势呢 那就是我和我们律所的很多同事呢 我们都有自己的论文发表 有这个科研经历 有博士后经历 博士或者硕士学位 然后呢 有通过自己这个作为申请人 取得EB1绿卡 NIW绿卡 O1签证 H1B签证 等等的亲身经历 所以呢 我们不仅仅是作为律师 也曾经有作为申请人 Go through流程的这样的亲身经历 那我们一个呢 是更了解这方面的要求 另外呢 我们有这样的学术的training吧 这个背景 那么可以更好的了解 申请人的工作 比如说据我们所知 有的律所要求申请人做大部分工作 比如说你提供一个research statement research summary 需要写很长写得很详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律师呢 他可能没有经过学术方面的训练 对吧 或者理工科的背景 他没有这样的博士学位等等 那他可能不能够了解你的这个工作 难以读懂 那相比之下呢 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呢 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申请人的科研工作 相对来说呢 给申请人的这个burden就比较少 所以说在选择律师的时候呢 我们对申请人的建议一般来说 这个像选择医生一样 对吧 那你不能只看说费用啊 或者说广告啊等等 对吧 那你要更多的了解说 来这个为你服务的医生或者律师 他的背景 他的经历 他的专长 他的资质等等 所以呢 那这个有一些人 比如说办理美国绿卡的申请 但是呢 从一开始吧 比如说他对这个基本的背景呢 了解的不够多 那说我有若干的论文 若干引用 怎么用到呢 那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呢 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解释 那但是总体来说嘛 你有这个论文当然是好事 但是呢 酒箱也怕巷子深啊 那你也要把它表达出来 你要能够展示向移民官说明 你有这个论文 so what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地方 为什么就值得让移民官批准你的EB1 或者NIW申请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期订阅一下